再下眼 當然我們也有提到說 這個部分來講呢 如果說已經達到一瓶換一瓶的話呢 我們就不會再往上了 那在有關都市計劃獎勵的部分來講呢 我們剛才所提到 全數是由地主取得後來參與分配 台北市政府呢 以主管計劃身份不參與分配 那土地開發區來講 基地呢 不得作為容積移轉的接受基地基地 那土地開發區基地內建築各部分高度呢 不得超過自該部分起 兩支前面道路中心線水平距的五倍 在針對我們剛剛所提到地下穿越的容積獎勵來講呢 本計劃地下穿越容積建築基地內 如納入地下穿越一段 土地並開發的話呢 才可以申請地下穿越的容積獎勵 計算工資主要就是以 基準容積率的30% 然後再加在層上穿越 建築基地面積 跟地下穿越土地面積的一個比 一個比值 剛剛所提到的 在前面所剛剛所這次所變更的更新的 半圍的ABCD四個接鍋的話呢 基地呢一定要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的 才可以做開發 當然這個地下穿越的接鍋就不會適用 當然是因為系統工程使用 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 以及省了半圍第四個接鍋的地下穿越規定 就排出這規定 下一頁 那在都市設計 都市設計管制裡面來講呢 本計畫的三處土地開發區 應經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才可以合法建築執照 當然我們這個三處土牌基地呢 也依照第三處土地區的規定呢 我們留社院落不得設置圍牆並開放公眾使用 然後我們那個各車出口呢 應開放空間的廣場設施來做結合 以舒緩人潮的集散並有明顯可辨識的意象 那當然為避免土地開發的基地的汽機車 出入影響主要道路的車流以及公共開放空間的品質呢 其汽車出口呢用考量集中設置為原則 那整個基地的建物及開放空間的設置呢 要跟捷運做整體景觀的規劃為原則 並塑造地區的特色維護環境的景觀 提供延續齊平之無障礙使用空間及環境 那當然也要配合區域性的防災計畫呢 結合地區道路系統公共開放空間 考量整個整體的都市防災 步行跟自行車系統呢應以連續平順為主要原則 並串連公共空間及公共活動節點以提高使用的意願 那由於這個比較特殊部分在剛剛所提到的結用地呢 因為受限於基地規模的不足 無法留社的側院作為公共開放空間 未來新一路六段三山項的八公尺道路附近的時候呢 應規劃適當寬度之人行步道 那捷山基地南側 匹林法務區內建築設計及規劃 應依法留社適當的設置防護措施 停車空間部分 停車空間的部分呢 在土開發基地呢 法定停車數量呢 得以來做檢測 檢測數額呢 130為原則 倘若說因為受限基地規模的限制 而無法以土地使用分析管制規則 設置法定停車位的話呢 也可以以大眾捷運法第二條規定來辦理 至於捷運轉成的設施需求 像機車自行車等等 納入台北都生意審議機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會審議成果來做辦理 地下開挖率呢 因應捷運設施必須要配置在地下樓層 而且希望要避免影響到整個開發建築物 停車及機電設備的需求呢 本計畫的捷二及捷三基地 地下式開挖率呢 以不超過基地面積的80%為原則 那捷運基地呢 受限於因為基地規模不足 且需要提供捷運設出口及其相關設施來使用 所以地下式開挖率的部分呢 則不予限制下移 那地下穿越的一個穿越路段的接鍋呢 剛剛所提到的 整個穿越接鍋內的建築物更新改線的時候呢 沿著穿越的隧道三公子範園內呢 不得建築去開挖地下室 地下穿越段的接鍋內建築機地 如因地下穿越至地下的開挖受限而無法符合 土地使用分別管制規定的停車位的話呢 可以經由台北市都設議審議委員會的審議同意後呢 不受前述原則性規定的限制 接下來報告我們目前的案子實進度與經費 那我們今天這三塊的一個用地變更呢 就是辦理土地開發 所以有增購或土地開發的方式來做用地取得 整個面積是7682公尺 大概需要30 但是包含工程被遞上物拆遷補償的話 大概是需要36億 整個工程施工進度呢 希望是到108年的6月 下一頁 目前 現在報告整個都市計劃案的一個審核情形 我們這個案子是在民國100年12月7號起 開始辦理工展 那在100年的12月21號呢 也辦理了所謂的說明會 其中在當時收集的公民團體反應間大概是有68件 並在101年3月16號呢 召開第一專案小組會議 在6月7號的第二次 7月9號第三次 第三次包含現刊 在102年的8月 召開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 那經過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 那經過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的一個決議事項以後呢 我們分別在102年底11月的時候呢 我們召開市場說明會 包括三比基地的縮展會 以及地下穿越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提出說我們 呃 不同的一個 不同的 容積獎勵的方式 以及針對專案小組委員要求 我們再就地下穿越的影響 當然他們的權利義務呢 我們也再跟所有地下穿越租戶來做個說明 所以經過這四次市場報告之後呢 我們在 新年的2月21號 就提報到第五專案小組會議 那審查的結果是 全案請市府 以審查意見延提完整修正後 計畫書圖 及公展修正前後對照表 公民或團體所的意見回應表等書面資料 50分後 到會續提 本次大會的審議 那我就依照這樣的一個決議事項來辦理這次的報告 下一個 那針對 專案小組最後一次的一個審查意見 我們來做個簡短的做報告 下一個 那其中第一項是 用地變動部分呢 同意來一市府捷運局在 簡報中所謂的建議 也就是 R04車站的北側捷運用地呢 採設至捷運必要設施出入口 最小用地面積510公公 那至於 R04車站南側捷運用地呢 R04車站南側捷運用地呢 就是 維持原工廠的範圍 也就是 3328公尺 也是 半年土力開發 那 R03車站的南側捷運用地呢 也是 維持原工廠的範圍 也就是 面積3844公尺 也是 半年土力開發 用這樣子一個內容 來繼續提報本次大會做審議 那本府的回應呢 我們也是 將R04車站北側捷運用地呢 依照專業小組意見呢 來做一個修正 配合修正主要計劃案 以及西部計劃案的速度內容 在這一次一個報告中 所提送的附件資料 與配合來做修正 下一頁 那 第二個意見是 配合前向用地變更 所需調整的一個 土地開發區 基地容積獎額度 建幣率及退縮檢討 依照開發列 請管制規定及說明呢 也要並同修正計劃書 或續提委會會來討論 剛剛我們在做簡報 已經針對這個部分呢 都已經來做報告過了 那當然在計劃書部分呢 請委員可以來參考 下一頁 那至於說 有關於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 眾議表 市府的回憶意見部分呢 要必須要依照下列的意見 來再修正 首先就是違規設置 對地下穿越會影響 減輕部分呢 應再更具體這樣說明 這部分 還有包括R04車站南側 結合用地 維持公安範圍 並拜託開發以向呢 針對該範圍內 有的一棟七層樓建物 納入連開發的必要性 及不納入連開發 未來拜託的更新 至現時等問題呢 檢疫局要持續 跟陳寧來做溝通說明 那這部分呢 文字的部分呢 我們也已經 將它來做加強補充 以及做 做文字上的一個校正 那至於說 針對地下穿越的部分呢 我們也有針對 什麼地質啊 土地取得的方式 還有將來的一個 一個穿越獎勵部分呢 我們也有在這次報索上 剛剛檢報之後呢 也有做強調的一個 說明補充說明一下 下一頁 那當然 當然 你剛剛有提到 也有文字內容 要更精準 避免措置 那陳寧內容 如果非屬 都會全程的部分呢 也要明確告知 後續可協助處理單位為何 上訴重理表一件呢 逐項回應 後續簡報 使建議應 以會整歸類的方式 來做審議 那當然這部分呢 我們也都有遵照 雖然小組審查一件呢 我們也都有 做這樣子一個回應 那這個部分呢 這在加強說明 必要參與的情形 下一頁 那這個加強說明 在剛剛的簡報資料 都已經有說明 原來為什麼 必須要參與的原因 跟我們如何去 做一個後續的調整 因應呢 能夠讓那個地下 穿越的負數呢 跟動數呢 跟面積呢 來做個縮減 第三就是 針對實際要參與的話呢 提出一些 納入都市更新的範圍 以及辦理 將來後續獎勵的措施 一些限制等等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部分呢 也做 在計畫出段 也做提出 來做報告說明 那針對剛剛所提到的 一個意見是 R04車站南側 這個結合用地內 七層樓建物 納入連開的必要性極 不納入連開發辦理 的現等問題呢 檢疫局也在今年的3.25 也跟地主召開說 說協調會 打理說 以上的說明 為七層樓的多數 七層樓多數地主 能表達說土地開發後呢 如果沒有辦法 室內 一坪換一坪的話呢 還是不希望參加土地開開發 那這個部分 今天如果有曾經人 可以再請教 曾經人目前的想要的意願 那第三就是 依照公民團體所提送的 一表這些內容呢 我們也已經都已經 將它做 做匯整歸類 已經納到簡報中來做報告 可以請委來做參考 那至於說 最後一項 當然就是 這次已經提送到 大會來的50分資料 然後也就是這次 召喚這個會議 下一項 那南民曾經意見 以處理說評概述呢 我們也已經有 突然整報資料裡面來講 由於那個 那個內容比較多 那師傅就請委來做參與 我們有依照 不同的一個 三塊基地 還有第二次參與的部分 這四大類 然後將所有主信息編號 來做歸類 然後數量也有做歸類 然後類型我們也有來做 做回應 那主要的回應內容呢 就把它請委來做參考 如果還需要 我們在師傅就來做說明 這樣 我們有主記、戲記 都有一些曾經人 就請請請先發表 呃 我來一件 呃 這個第一位 曾經